Don't you let me cry Never let me go 如果一千滴的泪水 能够换回你 送我一朵白玫瑰 以往变的后悔 能够换回你 对我说一句情话 我愿有一生的伤悲 将你忘回 杨玲在唱片公司 成人的包装和保护之下 与爱情隔绝了 但毕竟正值花样年华的少女 还是会对爱情 有着憧憬和向往 经过了介绍 杨玲认识了职棒明星 陈一信 也展开了一段 众所瞩目的恋爱 这是杨玲感情路上 挫折的开始 还是说杨玲这个艺名 为她带来的宿命呢 为了爱 我付出全部的所有 用身体交换你灵魂的自由 如果有一天我结婚了 突然 我前男友告诉我说 他最爱的还是我的话 我想 我不再也会生气 反而是我人生永远的感动 那陈一信和我对事情反应的差距 或许更加证明 我们彼此都不适合 杨玲说 她听到习的爱人陈一信 说她的纽扣曾经被许多男人解开过 她感到相当难过与不堪 而杨玲也希望 分了陈一信 不要在她的电话中再骂三字经了 如果现场有朋友 跟陈一信真的很熟的话 我希望你们都想转告她 不要再打电话 把我三字经 谢谢大家 其实她一般的女人没什么不同 杨玲也有她对爱情的向往和渴望 运了陈一信的回应 当你选择伤心离去 一段爱情就这样的逝去 曾经这对金童玉女几乎论急了婚嫁 如江四七的情感令旁人呈现 但却没想到这段感情在1997年急转直下 难道玉米歌手的感情度注定坦克吗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 为什么你要放弃我 那个时候那个谁啊 刘家昌 他那个时候是乐坛的教父 然后帮他取了那个杨玲的名字 这个名字呢 在那个就是演艺事业会大红大字 是的确不错 很早就成名 但是缺点就是婚姻的部分会很不好 我认识她的时候其实是在跟律师男友交往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见到了杨玲 她脸上心满了心满了 而且她也的确是准备结婚 但是过了一年她也有感受 其实我们必须找到她的感情 其实杨玲在感情这个事情上 似乎感觉上受伤蛮深的 为什么不是 一路走来她付出蛮多 就我知道她其实对感情很执着 但是好像最后的结局都不是很令人满意 对感情执着的杨玲在感情上面 渴望爱与被爱 她也曾经多次的在媒体访问当中 透露自己想要结婚的心情 但这一次次的恋情却交上触交 对爱付出的深 忍让自己被伤的深 历经了诚意性 记者男友林玉明 以及律师男友王元勋的恋情之后 杨玲接见了也对感情看淡了 贵姐感情失败的因素 杨玲说自己从事演艺工作多年 太过于卫装自己 并且长期的压抑自己的情绪 造成感情极端化的个性 没有办法接受男友 对自己有些许的冷漠 在演艺区二十年 杨玲说二十年来 她得到了名利 却失去了自我 学画画让她重新认识自己 生活上我觉得我变得非常非常依赖人 比如说在感情上 我会依赖我的男朋友 我会依赖我的家人 然后我会依赖我的助力 我发现到有一个问题 一直存在着就是 我不太懂得怎么样跟自己相处 她让我懂得跟自己相处 然后并且能够让我享受孤独 我要参透在生活 让爱能陪着我 2003年杨玲挥别演艺圈的 风风雨雨 她正式宣布要退出演艺圈了 专心从事艺术工作 尽管期间也多次传出杨玲结婚的消息 但她早已看淡了这一切 她在画作当中 找到了和自己相处的方式 也经由信仰让她的心里沉浸 还记得她吗 歌坛永远的玉女杨玲 淡出荧光幕多年 终于以画家的身份再度露面 这些数字它就是象征性的 然后代表着我过去生命当中 所经历的快乐或者是一些不快乐的 唱歌是我第一份工作 二十几年了 然后对 大部分时间是那个阶段 在界始终关注她的感情世界 甚至传出她曾经和五金行富商 结婚八个月又离婚 结婚啊 无中生有的事情 我不知道怎么回应 没有另一半 现在目前还没有 会不会想要就是 你说呢 有期待 等上帝为我预备 现在的杨玲 近年来常住在故乡宜兰 创作成了她的生活重心 平淡简朴的生活 让她的身心灵都有所成长 杨玲说在演艺工作当中 觉得自己一直过得很虚无缥缈 而且很虚荣 现在她觉得自己很快乐 能够真实地面对自己 不怕孤单 把想说的话 以及完整的情感 都真实地呈现在画布上 也许就是历经了 这么多的挫折与打击之后 她看透了感情聚散的无常 也让她更加珍惜 现在的普世吧 东正财经新闻 综合报道